Hi everyone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 假設語氣習題解析二 OK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If you want to practice English You blank a pen pal from the USA or the UK 如果你想要練習英文的話 你怎麼樣 你可以教一個來自 USA是美國 UK是英國 來自美國或英國的筆友 PenPal就是筆友 PenPal是筆友 什麼叫筆友 就是寫信 互相通信的那個朋友叫做筆友 那當然因為現在網路 Internet很發達 那可能你們就是會 教那個網友 那網友的話你可以說是 NetPal或KeyPal KeyPal KeyPal也可以 OK 好 來那這一題的話 Want它是用現在是喔 那現在是 If配現在是的話 它是什麼樣的句型呢 OK 答案是A OK Can get 為什麼呢 因為它用現在是的話 表示它是條件句 它不是假設語氣 假設語氣裡面都是用過去式或 過去完成式 對不對 對啊 好 那現在是的話 表示它是用現在是代替 未來式嘛 未來極有可能發生 它這個條件句 OK好 那後面的主要子句呢 可以用未來式其實句或 情態主動詞都可以 根據它的語意來判斷 OK 那這裡它給我們ABCG的四個選項 A can get 好 這個現在是 這個是 情態主動詞現在是 這個沒有問題 Not got Would have gotten Would got 這個都是什麼 過去式 這樣子不合 好 這樣不合 因為它是對 未來的事實做猜測 而且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好 極有可能發生的 好 那未來的話它 主要子句的話 可以用未來式啊 可以用其實句 可以用情態主動詞啊 它這個情態主動詞 也是用現在式的情態主動詞 好 不像我們在那個 假設語氣裡面 是不是 都是用那個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題答案選A來 第二題 If I had had a bike I blanket it to you 好 如果呢 我有腳踏車 Hat had 用過去完成式 咦 在假設語氣裡面 有一個是用兩個過去 用兩個完成式 對不對 好 前面用過去完成式 後面用現在完成式 那個是什麼呢 OK 對了 那個就是與過去事實相反 好 所以這題答案要選B 後面要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再加現在完成式 OK 這樣子可以嗎 好了 以上是這兩題的解析哦 That's all for today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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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